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涉及到这个问题 其实要由1950年代开始 第一个标记 就是这套很著名的电影 就是《地球停转日》 是 《地球停转日》的故事 在前几年翻拍过 是 《奇罗里维斯》 主演的是《奇罗里维斯》 这个电影本身 当它出版的时候 已经引起了相当大的讨论 即是一个讨论 你所说的 《原章版》 虽然我们没有这个年纪去 告诉大家 我们感受到第一首 不是 它有回头角 是 是 那时有回头角 是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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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飞碟走出来的时候 跟美军相遇 这个电影 它当时引起的争议 就是 后面的讯息是什么 为什么无情情 在五十年代的时候 大家没有准备 就会有一套 涉及到一个 有外星人出现的情节 这部片 这部片 已经引申了外星政治学的 开始 这个是整件事的起点 是的 譬如里面的飞碟的设计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当这部电影 说到 有外星人来到地球的时候 究竟 人类是会怎样去面对 很明显 当时 给大家的说法 就是 那些人是会恐惧的 还有 他告诉你 就是 那个科技本身 是会 和大家 地球 当时 有的科技 相差很远 是 超智的科技 超智 但是涉及到 这个电影 里面 其实有一个 很著名的对白 这个对白 到今天 都不知为什么 很有趣的就是 但是 后来 奇诺里维斯 他去做的时候 原来 这个对白 即951年 这个对白 是不准备出的 即 那个 导演 和 编辑 是没有打算出的 但是按 奇诺里维斯 的 要求 之后 他是出回 这个对白 是 这句对白本身 其实已经是 足以令到 在这个维基百科 里面 开了一条丹丁的 条目 是说 他为什么 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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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白的来源 一句说话的来源 这个说话就是 那个 外星人说了一句 那 整件事 当然你听到 纯粹科幻片 但是事情 去发展到 大概 几十年之后 就出现了一个 说法 这个说法 就有少少支持 所以我们要提 就是说 在80年代 即70年代 末期 现在我们 去到这里 就是那个 对白的 维基百科的条目 是说他怎样做出来 尤其是 这张照片 是说他怎样去做 这句句 对白出来 是怎样 Random地去找那些 词出来 到了80年代 那时候 就出现了一个 转折 这个人物 其实很值得 我们在神秘之爺 去介绍 这个 叫做 Linda Moulton Howe 我不知道 其实菲尼菲 是否聘用过她 来香港 这位女性 在80年代 开始拍了有关 在美国 一些牛脊 马匹 被 枝解的过程 是拍了一个很著名的 纪录片 今年是70多年代 1942年出生 今年都70多80岁了 他有获獎的一些纪录片 是涉及到UFO 以及一些美国发生的 在农场 牧场 牛脊 被枝解的纪录片 好像做了一些解剖的一些 行为 疲惨的一种活动 是的 那跟地球停转日的关系是什麽呢 就是他80年代 应该是1983年的时候 他就获得 中央情报局的 即是 美国空军情报人员 的一个提示 和他一个直接的透露 就是说 地球停转日 实际上是 按CIA的要求 去写剧本 去创造 那这个呢 又得到 文献上面的支持 因为当时 如果我没记错 这个应该是美高媒的 作品 老板 Zenic 他很著名 他有传记出他 就是 出了Memo 去教这些 就是編剧和导演 应该怎样做这套戏 尽量去拿那个真实感 还有 后面的 Agender 是什麽 这个Agender 现在说明 就是按美国政府 某些情报组织 去设定的 是 就是令到 看这部戏的人 去习惯 看到外星人 这件事 他用了这个字 就是Aclimate Aclimate 就是令到你 习惯了 令到这件事 你看到的时候 没有恐慌 这件事 我觉得 这件事 我们香港的听众朋友 应该是更加需要看这部戏 何家呢 因为这部戏的开头的时候 他说他们发现了 这个外星的飞船 初初来的时候 下个地球的时候 他第一站 他没有打算去美国 你知道吗 你知道他想去哪里 去哪里 他那个目的地 是香港的 是吗 是啊 但是很快 他突然就转了个弯 又去了美国那里 那他去了美国那里 那他下去的时候 他基本上 因为那个新版的 地球停转日 他出之前那时候 其实是 美国有意义 是想投资 拍一部 有飞碟 来到香港的一个故事 所以我们也知道 所以你看到 地球停转日 这个新版的那里的时候 奇诺里维斯 当他落到地球之后 他要逃亡的时刻 他又去过唐人街 他见到一个 他的同伴 那个是一个 叫东方人 但是已经做了人家的老爸 是的 那那个 原来他里面 有个意思在那里 就放了 所以当时 我们做整经程序 所以我们讲过 就是奇诺里维斯 讲外星话 实际上是讲普通话 而且是讲得很不准的 普通话 应该要讲 应该要讲原语 对 对 那这个就是 到现在 我们有足够的证据 是确认了这件事了 就是 讲到最坦白的 这部片 就是按中央情报局 是1950年代的要求 去编写 一个关于外星人故事 令到当时看这部片的观众 不要对外星人产生 或者对UFO的现象产生恐惧 是 那你就要问 所谓何事呢 为什么要 拍到这样的戏 有这样的目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当时 荷里活的制作公司会配合 后者就容易答 后者 因为原来参与这部片 无论是编剧 导演 和给钱的老板 在第四大战的时候 都是参与过情报工作 这个不是太出奇 因为当时 美国全国总动员去打仗 如果在演艺界 他们做到的就是 除了情报工作之外 他们可以透过拍纪录片 去支援这个 对法西斯的战争 所以这个又不是太出奇 但是去到1950年代 他们还继续做这件事 有个估计就是 实际上 他们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的关系 是没有脱 没有因为战争的停止而断倒 仍然是持续的 其实你会看到 CIA或者荷里活 它两个之间 你可以看到 都是一个叫情报 一边就是一个叫情报的手站 另一个就是 你当它就是娱乐的事业 它不是 它叫情报的那种发表 它里面就是牵涉到这一部电影 和它的流通量是很广阔的时候 它多了一点 它都是有一种 就是那种传播的那种力量 它里面就是有一种叫整个政策 一个社会 就是想社会人得知一些information 或者一种信息 我觉得不似的了 这个是在得退的信息之后 改变某些行为 刚才我们说的一样 如果你说很正常的看法 就是说 它可以说一样 就是 当群众遇到一些 他们不认识很恐惧的东西 当时的反应是怎样 这个意思就是说 就是在里面那里来说 打龙通这样东西 其实大家都知道 以前都说 是好像有的 但是现在肯定是有的 但是第二部东西 就是更加关键 就是说 在50年代那时候 它已经开始有这种方式 来放入情报的 发表的网络 例如电影里面的时候 是不是它想已经知道 有些事情 它阻止不了 譬如 在当时 有很多UFO的出现 或者是 那些实际的事件 它都发觉 无论如何封锁 都是 被盖不住的 变成了一个 叫做现实的事件 它就会是这样做的 是的 再幅上一次 这部片 按照现在的文献上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展示给大家看 因为有这个Memo 有一个备忘录 就是整套片 是按中央情报局的要求 指示去做的 但这不是一个最卡路定案 因为如果你只知道 很多都是 有国策片 国策 就是这样的 最重要的 取媒性追求是什么呢 就是当年 不是说现在这部 是说1951年那一套 这个外星人 现在看回 它不只是说外星人 简单 因为根据 刚才我们说的 这位Linda Morden Hall 这位有关UFO的 他后来收到 他和这位谈论过 他也自己再发言过 其实这个主角 是说耶稣 因为他这个主角有个名字 就叫做John Carpenter John Carpenter 那个简舍就是JC 也就是Jesus Christ 你把这个名字拆开的时候 John 第一个就是 施仔若翰的John Carpenter 其实就是耶稣的爸爸 他家族的事业 是的 那现在 如果你看回 一些影评 网上也找到 这部片 是相当之多 影射耶稣 和约翰施洗的角色 是 那问题就来了 如果这部片 本身是由中央情报局 去指令 度身订阻 的话 为什么要将 外星人 彼作 彼作 JC 1900年前的耶稣 那几图你对于这个说法 有些什么 首先他已经 在那个时刻 他未必是 或者他揣测到 或者他已经得到一些讯息 原来 我们现在所谓的 那些叫做 从外面来的那些人 都是一班人 那班人 我们以前在神话 或者在传说 或者在很多 很多 留下来的 一些这样的 现象里面 是同一班人 而我们所谓的神 或者说 一些 还有超能力的 那些 那些 人 或者那些 外来者 原来都是同一班人 可能就有 这样的信息 他想表达 但是我看到另一样 如果你说最后一个 就是要控制群众 要影响他们 不要因为一些特殊的事件 去产生 所谓群众式的 歧斯特略 就不需要用到 这个耶稣的比喻 当然 因为如果你放在那里 放在那里 以戏剧的 程式里面来说 因为 JC 你把他解为耶稣基督的时候 那是一个中派的信仰 那这种信仰 会衍生到 有一个 他不单止 如果他接受到你 他或者 看完这部戏 他进入了你 那个程式的时候 他就把外星人 比作是 耶稣基督 那这件事 就对于美国来说 可大可小 是的 因为那个 可以说是 一种叫信息催眠 就说给你听 你看你知道 那是同一样东西 就是这样的 那对于自己来说 如果他想封锁这些外星信息 或者 想说给你听 他们如果是侵略者的话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颠倒阻 但是你记住 这个做法 事实上 后来 非常多 你会看到有所谓外星宗教出现 是的 但是这个做法 这个就是导演Robert Rice 就很著名了 我如果没有记错 应该是拍这个 应该是《梦见城西》 Robert Rice 是的 那些飞碟教 所谓的UFO 实际上 不是在50年代出现的 是在50年代之后才出现的 那换言之 当时 《中央情报》 这个时候 是超前了 它不是根据一些 已经发生了的 如果是社会现象去看的 嗯 那么你可以有两种 起码可以有两种诠释 就是两种解释 为什么会这样做 嗯 其一就是 嗯 这个就是 最正统神秘之谊的想法 嗯 就是《中央情报》 或者美国的最高层 他们和外星人接触过 嗯 他们深刻发现一样东西 其实耶稣是外星人 嗯 嗯 那么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话 嗯 是不是很震撼呢 震撼到他们要透过一个 嗯 电影的方式 嗯 甚至是其他普及文化方式 首先要令到大家 令到美国人 要 习惯了 令到 即是 知道了这件事 透过一些形式 理解了这件事 不需要突然间 有一天知道这件事 而发癫 但是另一件事 你可以这样说 他们可能这样做 他是犯基督的 那他说到基督是外星人 会不会 是 你如果这样说 他会得到这个罪名 嗯 因为他说给你听 这一班是令你恐惧的 当他下来的时候 你这个地球停转日 也是这样 这个他里面 令到大家 因为他很陌生 令到你很丹 你很害怕 很惊恐 但是他其实善意而来 但是去到那里 就带来了这种恐慌 那你现在 你用这个角度去拍摄 那些事 那其实呢 将他放下来 他说 耶稣 也是外星人 那在那一刻 那时候呢 会不会带来了他 就是说 用这种方式来说的那些人 变成反基督 会不会呢 嗯 那当时又没有 产生这种 就是认为他反基督的 不过呢 就是那个呢 五十年代 那我们 九十年代 还没出生 五一年那时候 但是呢 其实你要看到 四七年那时候 就很多 很多人都提及 这班 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出现的那班外星人呢 他其实一直都是提出 提出过信息 就有三样东西的 第一样东西呢 就是叫不要搞核 不要搞核 这样东西 核科技不要搞核 第二样东西 你知道什么呢 你要放下你的那个信仰 传统的信仰 第三是什么呢 你们不用再用主意 来做一种奉行 这三样东西呢 其实变成了一个外星呢 他在地球庭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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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 第一个解释 第二个解释也都很正常的 就是尽管这个CIA 有些人会认为他很邪恶 但是实际上他们不是的 他们呢 基于这个冷战时候高峰 原子弹 就是原子弹 就是苏联也拥有 美国呢 是和苏联可能同归于尽 就发放一个和平的信息出来 但是他也有丢了原子弹 但是他也有丢了原子弹 你说话真的很矛盾 就是说 等于好像是 就像是马天佩顿的那一套 那一套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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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尼里 跟着开枪的人 就是他 这个就带出了很大的矛盾 是的 第三个解释就是 更加极端 就是 後来的UFO的宗教 實際上在這段片中,你已經看到一個端藝 他們在想一件事,可否做一個實驗 有外星人的時候,那些人不會當他是耶穌基督那麽拜 這個我們自己是親眼目睹的 前幾年我參與香港飛碟會大型的研導會的時候 我下來的時候,就有兩個鬼佬在下面派單章 那就是雷爾教的教友 雷爾教那個也是說 最早是複製營的教派 對,最早是複製營的教派 就是他們的教主曾經在法國的森林入了一隻飛碟游島 然後出來之後就宣揚那個宗教 那這個也是他自己說的 在外星人裏面教了他一些東西 令到他覺得需要向地球的人去傳達這個信息 那這個是我自己親身經驗 就是我下來了之後,然後有兩個人就排了 在飛碟會 即是那個… 不是,他最初是上到來上面 我們就勸於他… 離開 離開 噢,你也有跟他交個手 不是,我是認識的 是的 因為他基本上… 即是雷爾… 這個… 現在就有很多… 其實是全球都有很多… 分…分支 分支 分支的了 台灣有,日本都有 那麼我都跟日本那個… 都有… 都幾…幾大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 他們那些女教人 是不是全部脫衣的? 脫衣我沒見過 不過是很漂亮的 你… 你已經太進一步了 不是啊 我不是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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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上網看看 是啊 事實上 他不是找他來做一種… 叫做他的… 招來 招來 不過呢 他基本上呢 他在裡面那裡 現在變成一個很敏感 因為當你… 譬如好像研究飛碟學的時候 小不免呢 有很多… 其實是一種叫做政治參與的東西 就是牽涉到外星政治學等等 而他們那裡 也有一種叫做… 很有那種叫做教派的味道 那其實正正呢 就跟我們聽到的 或者我們收到的那些叫做外星訊息 就是剛剛調轉的 因為那個最大的調轉呢 他都說 他最明顯是放下了一種叫做傳統信仰 但是這個呢 他就是… 反而呢 就是… 例如… 例如… 利爾那個呢 他就會告訴你 其實有一種方法 你可以找到詠身 找到什麼 所以他後來就做那個… 是那個幹細胞的… 對 他在加拿大那裡 那裡搞到很大的風波出來了 現在這件事是因為類似他們有很多支持他們的人 其實在全世界美國都很有錢的人 可能他會認為那件事可以令他得到無論是感情上或其他方面 最重要的是如果對傳統的宗教已經喪失了興趣 他不是喪失了興趣 我想這個很複雜 他不是很快就解釋清楚 但他最重要的 例如雷爾有一種最大的吸引力 就是他可以令你的生命延續 第二就是複製人事件最重要的是 他會製造一個已經失去的嬰孩 他將他重申 你可能相信一個傳統的教會 他會告訴你 有來生的東西 無論如何他不會硬兜兜真的給你一個小孩子 那是一個比喻 這是真正的 這是真的做了一個這樣的事 他藉著科學加上外星的魅力 就引發到已經變成了一種現在的整個社會事件 所以他歸納剛才的幾個解釋 我很強烈的一件事就是 到現在沒有一個統一的結論 說當時他做這件事是想達到什麼效果 他現在只是很空泛的說話 是要令到看的人去習慣了這種現象 但是後面要令到那些人習慣這種現象的目的是什麼 到現在我們都不太清楚 所以到後者是大家覺得最害怕的事情 會否當時中心情報會已經在想的一件事 就是可否創造一個所謂人造的宗教 透過一個外星的現象去創立一個宗教出來 而是想在60年代打後這件事發生了 而且不只是剛才我們所說的女教 就是在世界不同的地方都出現了 如果你再去陰謀論一點 就是會否其實這些都是由中心情報局 在背後去推動 其實你牽涉到這個問題 就是其實我們從70年代看UFO的研究 去到我們飛碟學會 就是在1996、1997的時候成立的時候 這件事都是不斷的 其實好像旋風式很多資料在說這件事 而且它最關鍵 當你去讀CIA和荷里胡的時候 就有兩大的方向就出來了 第一就是CIA 就是你會很明顯知道 美國的那個叫做這個叫做情報機關 它已經掌握到很多實際的一些資料的時候 但是它沒有打算是很正常透明度的發佈給大家 這個也都令到很多傳播界那裡 它不斷要找一種叫做線索 或者用一種渠道 來找它究竟擁有多少資料 但是另外一件事 一扮它去荷里胡的時候 你會發覺它裡面那裡 譬如CIA 有時候就有一些叫做半軍 那時期的史諾登的那種情況 或者是有心人士 兩種 有心人士特意會發放那些 都不斷有資料提供給荷里胡 就讓它作為一種叫做 我要求你這樣做 或者這些資料正 是給了荷里胡的這種娛樂機構 而這個娛樂機構他們 他們很有興趣 將這些資料 是變成一個電影 而這些資料 不單止是CIA那邊 扔過來的 甚至有一些 你會看到 現在開始爆出來 他們有很多 根本就是說 不需要經過CIA 他們的那些資料 有另外一種渠道 或者有一些 《斯提夫社報》那裡 我都懷疑它直接 就有那些 這個就是第四部分 這個 這個 也挺有趣 挺有趣 挺強的 所以 當你會看到這些外星題材的時候 我們都會放了一個態度 就是說 它裡面有些資料 當然有七成 看來就好像老狀 但是 其實不是 對 最低限度 不止是三成 有很多 百分百 因為很多時候 有些資料 我們都很好明白 就是 研究外星的那裡 如果有一個 一個百分之的資料 你是肯定到 它百分百是對的 的話 就證實了 這個外星的那個傳聞 是真實的 是啊 那麼 那個具體 剛才我們說的是 幽默的樣子 但是最具體一樣的就是 整個在 五十年代以後 打後的 涉及到 荷里活製作的 外星人的電影 如果有 CIA後面的監督 CIA有沒有曾經 提供具體的 涉及到 外星人的形象 飛碟的模型 給荷里活呢 第三次回來 就首先透露一下 給一間公司做這件事先